今天给大家唠了online改版征货的诸葛锦啊 这个武将牛逼了 其实半年前我就出过一期诸葛锦啊 但是那个老板诸葛锦啊 他一开始就是一个三为三的武将 专门为三为三设计的 自己少摸一张 然后两个队友各摸一张 强度还可以 就算你压根不会玩三为三 不会玩统说三军 你选择诸葛锦每回合往那一处 每回合多过一点牌 该改叛还是很舒服的 但是身份局的老诸葛锦就纯纯下水到了 三个幅应该都没有办法上场 收益太低了 可团队里面你耽误辅助你都拖后腿 首杀 十年online 各个版本子 这两年几乎就没有见人用过 但这个改版之后的诸葛锦 你甭管强度提高多少 他在身份局里面可以用了 可场面上选出来 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了 我们看技能 一技能缓势没有变 还是以前的软开盘机 强度不高 但是也够用了 我们看关键的二技能红圆的改动 每阶段限一次 当你一次获得至少两张牌后 你可以交给至多两枚其他角色各一张牌 也就是说你无论什么时候 你获得至少两张牌 你都是可以立马进行分牌 触发频率是很高的 这个改动很神 为什么我之前画online的设计师呢 因为他知道根据目前的游戏环境 来进行武将改动 咱平常看百分讲坛 或者说自己亲自去玩online的军吧 你就会发现一局游戏八个武将 能给牌补牌 让人赤横牌的武将是非常多的 什么借雪玉 杜玉 借夏侯敦 布智 张昌普 刘备 借鲁肃 借国家 好招 曹瑞 很多很多 一只手数不过来 这些武将都能跟诸葛锦配合 如果场上没有这些能给牌补牌的武将 那新版诸葛锦其实还是蛮下耳道的 但是online的军吧环境 他恰恰就是有很多这些热门武将 能跟诸葛锦配合 这一点很关键 当然有朋友说 你诸葛锦不就是能分个牌吗 可这乌乍乍乍什么呢 有用吗 诶 我诸葛锦还有第三根技能明哲 明哲保身的关键技能 小丁地 当你出牌阶段外 失去红色牌后 你展示之并摸一张牌 那这个技能就和红圆有配合了 无论是我摸牌阶段分牌 还是回外配合队友分牌 七牌阶段七牌 我失去红牌时 我立马又能摸一张 这一来一回排差就起来了 我分牌的同时 我自己也不亏牌 通过和队友之间 来回来的给牌分牌 来调整自己和队友的手牌结构 提高手牌的用率 还是很不错的 值得一提 这个新版名者 是无论你一次性 失去多少张红牌 你是只能摸一张 以前老版名者 是失去多少张摸多少张 在这个层面上 确实是削弱 但是综合来看 它还是增强 OK 这新版如何进 个人觉得改的还是不错 技能描述很简洁 强度也够了 是一个能同时提高 自己和队友游戏体验的武器 可以玩玩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